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月之后突然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跟两个月之前说的内容 有点就是整个世界有点变化有点太大了 尤其是昨天发布的GPG4 其实不用太担心 我们也跟很多人沟通过 然后上次做ChatGDP或OpenAI的一个Panel的时候 大家也聊过有很多内部的人 所以说也大体知道什么事情 不用太担心 咱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 就是之前我们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尤其是正好昨天的时候 ChatGDP4 4.0版本发布 然后很多人估计会产生很多的焦虑 然后现在应该预感跟我之前预感到的差不多 我本来也想的是 我本来以为是大约4月份才发布ChatGDP第四版本 没想到三月份就已经发布了 这个ChatGDP4和5版本 也就是说5版本应该也不会 也应该会今年发布 所以说它不会特别远 应该也很快就会发布的 所以说现在会相当于是AEI的一个元年 然后大家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时代的一个交叉路口 或者说正好是一个非常巨大时代的一个红利 或者说也有挑战 反正同时都会叠加 包括战争 包括所有事情 这个其实所有生产力提升的时候 都会产生类似的事情 包括政治上 包括很多事情上 但是起码是说从AEI角度来讲 或者从整个人类社会角度来讲 生产力会今年会巨大提高 那生产力过度提高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不管怎么说 咱们作为海外的华人好好团结在一起 好好那个度过大家的一个幸福生活 那所以说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是从AEI时代开始 咱们对于新developer一个产生的一个新的需求 这个岗位 总体来说不会减少 反而会降 反而会提升很高 从2023年整个的表现来看 跟年初预期差不多 从VC角度来讲的话 从整个投资的角度来讲 依然是处在两个大块 就是一个是Bloch and Web3 这一块巨大投资 第二事情 更大投资应该就属于AEI这一块内容 而且很多的公司不只是员工焦虑 更主要的是企业家焦虑 这个是比较要命的 所以从VC的角度来讲 能不能拿到这个红利 能不能拿到这个大时代的一个机遇 对于投资者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从两个方面 两个技术大方向来看 一个是Bloch and Web3 方向 还有个是AI 它其实都代表着 这下一代的一个互联网技术 Bloch and Web3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我也是属于Charlie的人 所以说比较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从AEI角度来讲的话 它会是一个巨大变革 然后 我个人认为的是Bloch and Web3 会能够支持AEI的发展 因为Bloch and Web3 它确实很多技术方面 是比较支持AEI方面 走入下一代了 所以从整体的往下发展的技术来看 不外乎主要是这两个大方向 也是资本追逐最狠的地方 反正凡是所有资本追逐最狠的地方 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不一定好 不一定坏 但是技术来讲的话 是双刃剑 这个应该大家 1月份讲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用过拆GPT 3月份的话 应该大家绝大多数都会用过拆GPT 那现在这个拆GPT的话 是我之前 因为我们今年要办Hackzone 所以说我们其实问 因为我们要找Advice做赞助 所以也会尝试问一下拆GPT 如果Advice这边过来做赞助 Sponsor 这Hackzone 然后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Benefits 然后我们当时写的6个Benefits之后 结果拆GPT直接给我5个 跟我们非常一致的Benefits 然后当时我们的这6个Benefits 还是跟合伙人一起想的 他想了大约两天时间总结出来的 拆GPT直接瞬间都全部写好了 所以从你可以看他的周期来看 就是一句话 5个有点显而易见的Benefits出来了 然后我们开两次会 把Benefits确定6个 所以说这是对所有人来讲 是一个巨大提升 然后我也是希望 大家不是去用拆GP去瞎聊天 而是提升工作性的性质 所以说未来的时代 不是说大家去拒绝AI AI这个大时代是不可能会被 拒绝掉的 我们应该拥抱AI 能够更多的使用AI 目前来讲的话 虽然我是从去年11月份 就开始用了 当时没有想到会进展这么大 去年11月份用的 现在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使用AI 帮助人类 或者帮助企业提升效率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挑战 也有很多人用的时候 有发现AI是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问什么 不知道自己用什么东西 用来干什么 这可能也是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你不用太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AI降低了所有的门槛 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如何去制作一个智能音响 我正好前段时间问跟微软的一些人去交流 我问他们就是微软是不是之前没有智能音响 他们说是 之前智能音响项目失败了 那现在其实是说 如果说你想自己做一个智能音响 或者你自己做一个 你会编程 你会树派 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智能音响 你像现在的智能音响 基本上是被比方Google Amazon Apple控制的 Apple是用的是Siri 然后Amazon用自己的AI Google用自己的AI 去做智能音响 但现在你们是可以自己做智能音响 不再需要什么Google了 你可以拿家里的什么BNO 或者说任何BOSS 什么音响 这BLA音响 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智能音响 不再需要他们的音响 那唯一是说智能音响怎么做 它就是需要一个麦克风和扬声器 然后再加个CPU 这个CPU说实话就是能够运行代码的 这代码的话也要自己写 或者说你用AI也可以自己去做 然后再加一个Network芯片 Network可以连接你们家的WiFi 连接个WiFi 然后再进过OpenAI 然后你们就可以快速简单制作出了一个 非常高智能的智能音响 这个智能程度你们也看到了 远远超过Google的mini Google的音响 尤其是比Siri要更好 所以这一块的话 你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所有的智能的设备 包括这种To Public的设备 是已经降低了非常大的门槛 非常大的门槛 你在这过程中 你得理解相关性的一些基本原理 你不用理解那么的深 但是你起码得知道 我如果做一个智能音响 我需要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AI可以帮你去实现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 后面的AI的话 就相当是钢铁侠的贾维斯 能够帮你去实现很多的事情 但是操作的人是你 不是AI去操作去实现的 是你来做操作 如果说什么时候 你说我要一个真的音响 他他他全部做完 那个时候已经很基点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很早呢 所以AI的进展并不可能会像 咱们预想那么快 尤其是机械部分 机械部分不会像咱们预想那么快 但是也会 那个时代会到来的 所以说从我们作为IT行业的人来讲 我觉得我也看了 最近看了一些小红书 也看了一些有些人的语言论 焦虑特别多 困扰也特别多 但实际上说实话 因为现在AI的门槛降低 所以尤其是现在 你可以看到 就是AI的门槛降低 那其实会让整个IT行业会洗牌 会洗牌 但不是说会降低整个的 岗位 而是会更大的提升岗位 首先洗牌什么呢 就是说在几年前的时候 并没有divose这个活 在cloud出来之前 在cloud就是云计算出来之前 AWS出来之前 其实主要是程序员 自己做部署 自己做上线 自己去导估那些硬件 那云计算出来之后 然后sauceware engineer 这部分就分开了 就分出来data engineer 分开divose 分开cloud engineer 分开data engineer 等等等等 就分开了 然后呢 就是经过这十几年之后 云计算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之后呢 又来了AI的一个时代 那AI的时代 又出现什么情况呢 AI的时代就出现了一个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这个情况 就是software engineer和divose 可能又会 慢慢地合在一起去做 因为它本身之前就是一个developer的工作 现在只不过说 因为现在工业生产规模比较大 然后分开了不同的一个领域 去做事情 但是现在有个好处是什么 你们倒是更不用担心 你们只要更多地了解一个顶层 high level的一个architecture 并且了解相互之间的一些原理 稍微会懂一下写的码 然后比方说你现在做的是developer 你利用AI的方式去帮助你去部署 操作一些云端的事情 那一般情况是怎么 一般怎么做呢 比方说你askAI 说我想做一个sacity pipeline 用的是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把那代码呢 粘贴到那个你们的yaml file里面 去做部署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它只能做什么呢 就是copy粘贴 或者copy plot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的是architecture 整个云的architecture 依然还是靠人去做 目前阶段起码是现阶段 短期时间啊 比方五年之内还没有办法 AI自动完成 AI自动完成肯定也是 已经全部都写好了 人developer已经全部弄好了 那DevOps的话也是一样 DevOps也会参与到Fisher开发了 就是它两个 我个人认为会更多地融合在一起 就是更加地会去二为一 慢慢变成一个 然后DevOps的话 也可以利用AI 因为DevOps的编程能力 一般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你可以用AI去编程 然后DevOps的话 也可以用AI的一些事情 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它们两个更多地会 有些功能呢 会更加地融合 但是这个事情啊 今年估计发生不了 明年可能可以 因为今年的经济并不好 所以说 AI会是未来的需求 但是今年可能不大发生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提前准备 然后这一部分的内容 是非常统一的 我们可以叫 还是叫之前的Software Engineer 还是叫软件工程师 或者码弄都行 然后呢 干的什么事呢 就是利用微软 现在收购的OpenAI 或者咱们可以说的 拆TBT背后的技术 OpenAI 去达成我们AI的需要的一些东西 这个更多的是叫Public AI 就是说它是一个通识的AI 你问它任何东西 它可以回答 你问它任何的东西 它可以给你一个结果 它目前 ChatGP它依然是to public的 它不是to enterprise的 目前阶段是这样子 表面上看到的是这样子 所以说从AI公司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门槛的 目前任何的企业 都可以去利用这个事情 去做AI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趋势 目前我跟很多的老板聊天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 昨天一起聊天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也是在说这个事情 不管它 它们背景可能不是IT的 但它们也会震撼这个事情 需要一个转化 那我们再聊一下 就是等会再聊一下 更重点 就先聊一下 就是这个 大家可能很关心的裁员的问题 今年裁员 尤其是从去年 去年8月份开始 8月份到现在 一直在裁员 裁员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裁员一般分 这两种公司 和今年年初说的还是一样的 就是首先 这个公司呢 是首先需要有方定的 有VC的 还需要有投资的 或者说需要借钱的 借钱什么意思 比方做贷款的 1月份的时候 我说的时候 是大部分还是属于借钱公司 比方说 它没有一个成型的 Business Model 它是靠融资去活下去的 你像之前很多 国内的什么团购 那些 比方说滴滴吧 滴滴最早打价格战 因为你如果算Business Model的话 它其实打这么低的价格战 它是活不下去的 因为它就靠烧钱 看谁能烧死谁 谁能见证最后谁活 那属于烧钱 那现在资本方不行了 被加息加的资本方 没有那么多钱 LP也不会给那么多钱 那现在这就是这个问题 那最近你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财员 那财员 目前最近我知道的财员 比方Sortworks 财了四分之一 WePro财了几个部门 等等这些部分 我了解到的 内部了解到的 他们财员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公司 借了很多的贷款 就从银行借了很多贷款 尤其是最近 汇率不是快升到5了 澳洲汇率可能快升到5了 这到汇率5的话 很多公司他们如果没有 offset的账号 那他的每个月还贷的钱 会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们就采用的是 Redundant的部门的形式 就是并不是说属于 Performance Review去采用 而是直接Redundant的部门去采 最终这个公司出现问题 还是贷款 贷款买房 贷款买公司 因为Sortworks和WePro 等等这些公司 他们主要财 主要贷了很多的款 买了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有些 像去年的时候Servant 不是被收购了吗 那个也是带了一堆款 去年的时候贷款 那个利息还没有很高 那现在他Servant要还 收购的公司 要还这笔钱的话 也是比较难 看能不能坚持到 降息的时候 或者他们本身公司 是有offset账号 那可以兑掉 那也可以 所以其实现在公司 更大的问题是 贷款导致 他的损失会非常多 不如财个元 能保一下公司 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从经济来看的话 毕竟是后疫情时代 其实大家的消费能力还行 还没有到那种崩溃的时候 那就看这个加息 什么时候 还有是今年 这个月好像是美国 能够确定 到底还要不要加息 是减少加息 降息呢 还是继续加息 所以咱们可以继续看 因为澳洲这边 也会跟进的 然后这是一种 然后核心的话 就是Binus Model Binus Model 如果说他本身公司不赚钱 他就会去裁员 但是我知道的是 有些公司还是会在招的 就是说他本身 Binus Model是在赚钱的 一些保险公司啊 一些公司还是在 招人去做 去做一些新的开发的任务 这是2022年到2023年 裁员依然还是围绕着 这一部分 那可能上次那个SVB 爆雷这个事情 还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说从高启强这边 咱们也应该正好看过 这个电视剧 风浪越大鱼越贵 所以现在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时代 不管是内忧外患也好 还是AI突然横生也好 裁员跟AI双重打击 让大家备受煎熬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经过这么多年 如果你在群里其实问一下 尤其是问是什么 问的不要是那些 问的不要是普通打工者 要问的是partner级别的 就是general manager 或者说partner这个级别 给他们更宏观的角度去看 目前所处的问题 就知道 就是说从云技术转化来讲 从传统行业转化的 digital这部分 已经花了十几年了 很多公司并没有转化到 digital部分 所以如果说这个公司 它并没有转化到 digital部分的话 它没办法用AI AI必须要存在于 这个公司已经在 正在做第一套转化 才有机会 然后如果说 从layoff整个行业来看 虽然我是做IT行业的 我并不是说一定是 战人说话 但是你如果从 整个layoff的行业来看 包括Meta 刚刚又裁了一万人 这个比例来看 比如说Atlasen 这一次这么多年 第一次裁员Atlasen 它裁的主要是 HR Sales和BI 这三个部分 就是它并不 主要裁员目前 如果说它不是因为 借钱问题 导致裁员 就是刚才说的借钱 如果借钱裁员的话 它就是直接 整个部门的 redundant 它不会管你是principle 你工作多少年 直接redundant 像这样子的 直接保护性裁员的话 它裁的是那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岗位 比方说Atlasen 他们现在不再 做那么多的招聘计划了 那他们把HR采了 因为Atlasen的HR特别多 非常非常多 这program management的话 就是account management 就是to be the sales 然后research and insight 它主要是做BI的 做 有点不好听 就是做分析数据分析的 智能数据分析的 因为不大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做了 然后所以说会采一部分的人去紧击负担 所以说从你整个 你不管是google也好 还是哪些公司也好 你看看裁员的名单 裁员的种类 到底什么的岗位 挺少的 然后尤其是做技术行业 在澳洲 技术行业毕竟是在移民列表里面 属于极度缺的一个工种 即使采了 非常快找到工作 你认识到 如果说旁边你周围的人有采掉的 尤其是做developer 做developer 做engineer 做这些engineer title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采了挺开心的 因为拿到一个是补偿 第二事情不用担心工作 基本上不用担心工作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 或者整个这个行业的都是这么一个特色 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 裁员这事情我之前也被裁过 其实挺正常的 所以我认我一直对外 跟大家说的是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2023年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技术时代开始 技术需求会蓬勃的发展 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德琴那边有合作嘛 也跟一些consulting公司也合作 那也就是说你们也看了GIDV4了 4虽然可能大家没有太多使用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就说会更多的传统行业 本身跟IT没关系的行业 比方说你知道的一些小 大学高中初中RTO 等等这些澳洲特色的一些教育行业 工厂矿建筑行业等等这些行业 本身他们属于非常传统的行业 从来没有跟IT这边沾过边 他们唯一沾边可能就是个官网 其他部分完全没有沾边 那现在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 什么呢 这些所有的传统行业 开始跟AI结合 之前你说你劝他们去做 第一套转型 不会做了 他们觉得浪费时间浪费钱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据我所知 我知道的很多的公司 你可以看周围的一些 比方说你知道的一些 比如说一家做RTO的 就是说做那个 做什么来着 做职业教育的 家人也算职业教育 但我们做IT的嘛 比方说传统做职业教育 像幼教一些这些职业教育的 他们的人工是很多的 他们人特别多 他们的人工的费用 每年开支也很高 但现在拆的GT出来之后 或者AI出来之后 他们老板会考虑什么事情呢 我如何用AI降低我员工的数量 就降低他本身公司里的数量 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Admin Martin HR等等这些管理行业 就是说cost的 就是我们叫operation cost的 这种岗位 甚至说有些基本的客服 去做跟AI结合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去问 你别去问别的行业 你去问consulting公司 尤其是consulting公司的senior和partner 你们就知道 他们正在干什么 他们正在谈很多很多的企业 去做AI的转型 做AI的结合 AI的结合 这些传统行业 他们之前没有什么呢 他们之前没有digital data 他们的所有的数据 可能还是纸质的 你们在澳洲也知道 就是很多的公司 他们可能还是纸质的data 全是在纸上的 那他们如果要跟AI结合 那他们的所有的 纸质的数据 必须要录入digital 就是数字化数据 然后要上云 所有东西都要上云 然后等等这些 你可以想想 这个部分要多大的一个体量 去需求 所以 我跟德勤谈的时候 他们的嘴都乐开花了 就没想到 突然火了 本来觉得没有什么 觉得没有太多什么特别的 然后突然 今年火了 之前本来以为还要裁员 结果需求完全不够 需求太多 完全人都不够 然后所以说你们 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会在一年到五年之间 会面临大量的传统行业 跟AI结合 然后开始要什么呢 可能肯定是会有新的岗位产生 尤其是比方说 consulting公司会有专门负责 AI consultant做translation的 就专门负责AI这部分 转型的这么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 我跟他们谈的是 他们 因为也是很新的嘛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的 job design是什么 目前可能比较需要的是 首先他是个developer 他得会用 第二件事情他得会说 第三件事情 他得会知道基本的cloud 基本的架构 能够帮他们传统行业去做转型 稍微可能也懂点数据 所以他又是一个 可能会新的一个job出现 那这个job出现的话 也是一个hybrid 就什么也稍微也得会 然后AI consultant的话 可能比方说像之前的BA 面向客户的business analyst 需要会有AI 或者说新的一个架构师 需要会懂AI等等 如果说从整个 刚才前面说的 如果要实施AI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developer 必须要有会AI云的developer 或者会用devops的 devops就是说你需要 因为你们如果要写代码的话 必须要通过devops 把代码布置到语音上 devops主要干这事 所以说 如果说传统行业 要用AI去做事情 那他就必须要 有这些人参与 包括big data big data比较广啊 就是有DA有DE 这些人 DSE人他不大会 或者还有个什么 什么engineer和AI engineer 这个就比较专业性了 然后从big data这边的话 就会需要有人去搭建这个pipeline 他会去做entreprise的AI 等会跟大家讲一下更可怕的事情 可能目前媒体还没有报道过 我从内部知道了 所以说传统行业这部分的话 会面临近几年会大量的改变 然后整个business model 整个的business model逻辑会变 包括 但是他不会说是让这个岗位消失 这个岗位消失是不可能 但你们可以想想 所有的人相当于是 他们有一个武器是叫AI 然后用AI去帮助你完成这些事情 然后之前干的活 可能会需求更高了 然后 但是从大家来讲的话 不管岗位的减少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你需要自己会具备AI 基本的东西 我目前感觉到的是 你起码都会实施 就像是刚才说的 做一个智能音响 这种比较简单的事情 可以做 所以现在是一个大时代 不用太担心 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更可怕 很多人没有谈过这事情 更可怕的事情 不是拆的GBC4 我觉得也不是拆的GBC5 更可怕的事情是除了Public AI 咱们在日常使用之外 还有个东西叫Enterprise AI 就是说Fountain 就是说可以做自定义的数据机进行学习 然后使用的是OpenAI 或者ChatGDT 或者GDT4一样的模型去做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自己 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拿到使用机会的 他们还在做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企业 企业有了数据之后 像叫人的话 我们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Notion上 就公司所有所有的数据 全部放在Notion上 我们的数据也是全部电子化的 那会带来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我们的所有的文档的数据 全部都可以用AI去学习 那我就可以利用AI去完成一些基本的人工的工作 比方说Admin 比如说基础的客服 比如说我需要一些Report 比如说我需要我们的HR 就是说AI可以去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现在AI还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 是因为我们咱们都用的是Public 通识的AI 就是你问他东西他会跟你回答 那更可怕的事情就是Enterprise里面 如果开始介入AI 他就可以利用AI的事情去扮演一些人的角色 你们自己用的时候也发现 我可以说 我可以扮演一个面试官 我可以扮演一个Marketing 我可以扮演什么什么东西 都是可以的 只要这个Enterprise 或者自定义的Funting的一种AI的这种方式 学到公司的所有的数据 像家人有一万多个小时的视频 然后像其实会我们自己革自己的命 就是家人他自己 我们自己有一万多个小时的视频 然后如果说Funting 他可以去学习我们自己的视频 扮演我们的老师 那我就可能会减少我的Tutor数量了 我Tutor可能不会要那么多了 而且能够做到什么呢 一对一 英才视觉 并且24小时standby 这么一个Tutor 天天为大家解答问题 然后所有的开支都会遍地 公司的开支变地 学生的开支也变地 学生学的会更好 因为是英才视觉的 然后不是像大家通识班这种教育的 所以从这个部分 我听到他们的意思是说 今年就会公开 然后今年部分企业也开始使用 现在是受邀制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正在正在往这一个方向走 大家也要就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要努力一下提升一下自己 要不然Enterprise会出现AI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扮演任何的角色 这是Enterprise AI 所以你不用 其实你可以看到XGP4发布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你们可能注意到 就是画一张图 写点字 然后自动生成一个网页 但你看那个 Ultman去在Copy粘贴的时候 他是把代码Copy粘贴到网站上的 然后使用的展现出来的 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每个公司的架构会非常复杂 像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算是一个非常的科技公司 但我们自己就用了50多个Lambda 就是50多个Service 网上的Service 每个Service之中间是没有打通的 还没有办法做到什么 一个复杂的系统交给AI去实现 AI目前实现的是什么 给你一张图 自动画出来 编评网页 这个功能大家觉得很神奇 但这个功能其实在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了 无非是说 是给 是一张非常草稿的Wearframe 我们叫Wearframe 矿图给一个生成网页的一个东西 生成网页的一个Service 这个之前就有了 不是说XGB4出来 因为XGB4 它的CV 它的视觉能力更强 就直接看到 但是从画到 从UI到网站 或者从UI到浅端 这个事情一直有 很久很久了 不是新鲜的事 在这行业里面就不是新鲜的事 从15年16年就已经有了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这个事情 所以它一直满足的是什么呢 最基本的网页的需求 Landing page 但Landing page它本身就找不到工作 如果你只会做Landing page 所以本身就没什么工作可以找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如果要做的话 是做一个engineer 是做一个工程师 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一个截图仔 这俩是完全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不用太害怕那些东西 然后从需求来讲 为了让大家更加理解 为什么现在岗位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可以跟从我的精神经历 给你们讲 就是首先 比方说2027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 公司要招一个Driva developer 那只需要什么呢 只需要会Driva 会Driva SE就够了 你会这个东西 你就能找到工作 你像我2014年找工作的时候 我会用Angular.js 我只会用Angular.js 我就能找到工作 我不会用 其他东西我也不会用 Gate我都不会用 Agile我都没听过 我当时也能找到工作 那所以说你看 从时间的发展来看 它的需求一直是在不断提升的 比方说 它明明是只是一个Driva developer 慢慢的呢 从08年到16年 出现框架 出现很多这种基础的MVC框架 Stras Hirmanage 或者G2E 这些 这对意识的本人是官方的 这些需求的要求 是要要求要会了 这是我那时候 学Java的时候 要求的 然后呢 没过一段时间呢 开始出现Spring MVC了 然后Spring Boot了 API 这时候也是刚刚 因为当时有手机 所以有API等的 这些东西都会有 然后呢 12年到14年 这个时候 才刚刚出现前端 目前你可能认为 前端怎么样怎么样 12年到14年 才刚刚开始出现 前端 这个概念 之前是不叫前端 之前叫Y 现在叫前端 所以12年 14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用 Restful API 可以供前端数据了 然后Spring Boot 然后Agile 开始大流行 这个时候才开始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 Job Dispension 要求Agile 其实那个时候才开始 那慢慢的 你可以看 14年的时候 AWS开始流行 Asia 都是那个时候 应该是12年到13年 14年都是开始做 当时云端的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还没有那么发达 但是慢慢的话 作为一个Java Developer 因为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我 我还得会一个AWS 我为什么会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 很多人不理解 但实际上 就是这么 时代就是意见发展的 所以Union Test 然后的什么 其实我写的是 非常的Draft的 比方14年到18年 你需要懂一点 这前端了 之前也不需要 后端不需要懂前端 之前是完全不需要 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司开始要求 你会一定点前端 然后CICD也会 然后Micro Service也会 因为CICD的原因 Union Test也要自己写 你像这 你像国 如果你看国内的话 会发现 国内其实Developer 和Test 是分开的 Test 写自己的 Union Test 不写 有的公司 现在 像之前 我说的之前 现在是都要求写了 所以说 现在其实 它整个的发展 是慢慢这么 网上加的 然后现在 的要求 什么呢 应该是 现在还没有 上半年 估计还没有 就是OpenAI Asia 还有Copilot 这几个 Copilot 是去用AI助手 帮助你写代码的 那个Github 那个也是微软的 Github是被微软收购的 所以它整个这一块 都是微软的东西 你会发现 本来是2022年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说 要学Asia的东西 学微软的东西 现在2023年不一样了 2023年 要开始学微软的东西了 要学OpenAI 要学Asia 要学Copilot 然后目前阶段 公司还没有 这么个要求 但从这么个 行业发表来看的话 很快 就会有这方面要求 如果开始出现 有这个要求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 大家已经 具备这个要求了 然后也很容易去 能有一个闪光点 去找工作 所以从我 个人的经历来讲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的个人经历 是什么样 我是14年毕业 12年到14年 我是在UQ做 我跟大家一样 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或者说我没有 一个非常长的工作经验 我是毕业之后 就直接来澳洲了 但是呢 我会 我会一个东西啊 叫AngularJS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React的 另一个东西 当时AngularJS 已经占了市场 百分之八九十 我是毕业之前 就能拿到工作 很快 而且12万 这个东西 从我的认知里面 就是说 因为我会 这个事情 整个布里斯班 就没几个人会AngularJS 所以我找工作非常容易 我就靠这么一个 迎计奇巧吧 或者说靠这个 弯道超车 实现了跨越 因为我当时 我的同学 我是12万 我同学才4万5 跟我一起的 还是清华伟大的 清华的 交大的 4万5 工资 我比他高好几倍呢 所以说 我是从我的个人的经验来看 技术这部分 你会了 你就有一个非常高的筹码 你去拿工作 如果你不会 你就没有这个筹码 去拿工作 所以你像这个东西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做技术的人 你就需要拿这个筹码 就可以 就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我认为的是 2023年 开始开端3月份 OpenAI Azure Copylaut 是需要会的 它的真实的需求产生 不会是 现在 3月份你看 应该没什么 Job Disquestion 如果你看美国的话 可能有 但是你下个月 下下个月 尤其是7月份开始 加息应该结束了 然后那个时候 开始真正在考虑 这个事情了 然后你的时候就有了 就要会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仅供参稿 因为这时间点 肯定是没什么准确的 我只是在回忆中 想着写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整个部分 然后2023年 新的需求 就首先大家理解啊 Developer 首先不会消失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 我问过很多人了 因为那个小红书上 还有那些唱反调的人 太多了 然后我也是 想调查一下 到底大家怎么想的 我问了很多很多人 Developer 首先不会可能会消失 他这个造物主 他怎么会消失呢 他会更多的 更多的需求 更多的位置 但是呢 Developer 首先岗位不会消失 那带来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工作压力可能会变大了 就是明明 之前的时候 你两周 就一个Sprint 你做了两个Sprint 就知道了 如果你问 如果你们有工人 在澳洲工作 你知道 澳洲Developer工作的 那个负担有多少 可能比方说 你在两周 只做两个Fature 你就满足工作要求了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为有AI加持 那作为企业方 那我更希望的是 你能提高两三倍的工作效率吧 这带来会是什么呢 就是Fature会很多 就是天马行空的Fature 非常非常多 之前Developer 没有时间去实现 或者说Developer 不够去实现 因为澳洲Developer 还是很贵的 两个人就相当是 国内的百万年薪 人民币年薪 你想想一百万 两个人 两个员工就一百万 所以他的工资 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现在企业不一样了 企业对你的需求变多了 你想想像匠人 像我们自己 我的想法特别多 但是呢 我员工 没那么多 我的Developer 员工没那么多 我自己有程序员 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程序员 我只能是紧 缩缩巴巴的 磕磕缩缩的 说啊 我要做这个 那其他东西 可能就舍弃 其他Fature 等吧 等上几个月之后再做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的需求 可能会更高 就是说啊 那这两个Fature 一起来呗 大家都 都用AI了 那速度刚刚刚的快 是吧 然后各种想法 都可以往上加 各种的idea 可以往上加 像你现在看像匠人 现在官网上 没有animation 就没有动画 那现在好办了 那现在AI帮你去完成动画 那就你帮我实施 我需要一些比较fancy的动画 去做 这就是新的需求的产生 新的一些idea的产生 你放心好了 老板的idea多的是 这需求有的是 想法 甚至说你像 刚才我一开始 刚刚举例 就是说啊 公司要做一个智能音响 我们做一个自己的 智能音响都可以 智能门童 在门口 智能 智能喇叭 都可以 所以这个需求会很多 但是 你的Fature的要求 可能会更高 就比之前的要求 还要高 这是我们 我跟很多人聊天 得到的一些共识吧 就说首先岗位 不会去消失 但是呢 我们的需求会更高 所以说对于你 大家来讲的话 大家主 最核心的任务啊 你自己会用 AI去帮助你完成 这个是公司最期待的 而不是说啊 岗位没了啊 程序员完蛋了 整个IT行业完蛋了 不是这样子的 IT行业好得很 财的也不是 大部分还不是程序员 所以说 2013 你们真实的需求是这个 首先你们得用 Github CopyLock 可能后面会 不仅有Github的 CopyLock去出现 更多的不同的 AI的 Developer助手出现 帮你去编程 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第二件事情是OpenAI OpenAI极大降低了 整个的 AI的成本 比如说公司不需要 养AI的Scientist 不需要养DarSense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AI的数据 相当是有一个万能的人 天天20小时帮你去做 So OpenAI 那就Developer去做 然后Azure 微软了 之前从来没有非常严肃的要求过 那就微软 这一套必须要会 这是微软 然后后面两个 Promise Management 可能你们如果有留意 有人可以看到一个叫Promise Engineer 不管怎么叫 Promise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正在 我们自己有三个AI项目在做 家人自己有三个AI项目在做 所以说Promise管理这个部分 是目前AI程序员需要会的 Promise怎么来的呢 是BA这边去给的 产品经理这边给的 所以这个需求是这么产生的 Promise怎么管理 怎么管理的更高效 并且怎么去能够帮用AI去做 这是比较重要的 Promise怎么去理解呢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Promise是什么 Promise呢 就是你们经常用的ChatDBT 问那些话 那些话呢 我们叫Promise 就是一些语句 然后你把语句发给AI AI返回过来 相当于是一个 SQL或者说去查询的语句 然后回来 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管理的 公正化管理的 这是Promise 然后因为Promise的产生 和OpenAI的产生 那代表的是什么 一个更大的 作为成员非常大需求 就是Serverless 之前可能是有些公司会用 有些公司不用 那现在很多公司 可能就需要用Serverless 去管理这些事情 这是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看到的 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用Serverless去解决 所以你从之前 像我开始前面说的 这些需求 这些基本的一些技术 这样的需求 到2023年AI的开始 这些东西 你们是都需要去汇了 之前的时候可能不需要 但现在是需要回去汇 这些事情了 这是2023年 一些新的一个港元的需求 从2023年来讲的话 澳洲有好处是什么呢 毕竟我们已经做六年了 从17年到现在 做这么久了 整体来讲 就是没有经验 就没有工作 任何在这边工作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本地经验 或者说我们应该叫的是 没有相关性的经验 如果你在国内有方面 有这方面的经验 或者开发经验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属于高度相关经验 包括AWS这些东西 如果都会的话 那没问题 所以你如果看印度人求职的话 印度人的好处是什么 印度人的 印度他们的整体的生态 跟澳洲非常像 所以印度直接移民过来 或者说找工作的话 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门槛 或者转化 可以直接找工作 所以说从澳洲来讲的话 或者从企业用工的角度来讲 像从我的角度来讲 你需要有相关性的经验 越相关越好 直接上手最好 这就是整个 我们做培训 或者做就业 最核心的一个理论 就是这样子 没有经验 你就没有工作 你自己求职也发现 那经验好办 你只要知道 什么原因找不到工作 那就非常非常好办了 那就我们只需要去 解决经验问题就行了 我说的是社长 我依然说的是社长 然后澳洲是什么呢 不看你学位 国内不行 国内如果你想找一个工作 你没有IT degree 甚至说你的本科 一本不大行 或者你低学历不大行的话 你很难转到IT 但是澳洲好处 是根本就不看Degree 你写上任何的 你写任何的学校 他根本就不去查 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 然后第二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没有性别歧视 甚至说LGBT都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没有年龄限制 有的人会问 我35岁了怎么办 我40岁了 能不能学 能不能转 我们最大的 目前是48岁转马 就已经应该今年50了 因为是两年之前的事 最近应该50了 就是这种是没有问题的 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是没有问题的 我其实也担心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担心的 没有宗教 没有种族 这些是在澳洲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转行 而且是女性非常的友好 就是没有那个心别歧视 然后女性非常的友好 就是不会因为 比方说我知道 我之前去看跟德琴 不是跟德琴 跟腾讯那边聊的时候 他们会看 25岁女生单身 那是不是很快要去结婚 然后去生孩子 那这我可能不要了 25岁都嫌年龄大 这边没有的 这边对女生非常非常友好 然后也很多妈妈转行 就是你即使挺着大肚子 已经六七个月怀胎了 去求职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是要怎么准备呢 我预期啊 我看一些媒体报道 还跟大部分人聊啊 就是总结出来 大约8月份 会产生更高的需求 就正好一年吧 正好大约裁员一年时间 因为8月份 差不多那个假期结束了 然后可能开始降起了 那资本就会外出来了 就好办了 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 我一般建议的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你们自己的技能 第二个事情积累经验 而不是什么呢 找工作 你不能是 行情好的时候才开始学 才开始去弄 行情不好的时候吧 就待着不干任何事 其实现在最合适的就是说 没有什么外界的刺激了 没有特别多外界刺激 那就好好的去提升自己技能 然后积累自己的一个工作经验 或者提升一下项目经验 然后到时候找到更好的工作 需求摆在那没有变 只不过说大家有点担心而已 就是2023年 我们可能认为的是 就是8月份 可能会非常高的需求 那这个大约5个月时间 正好好的去记录一下自己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培训班的话 就是面向 或者我们的家人学院 整个的思路 就是面向求职学习 就面向公司的需求 公司需要什么 就学什么 公司需要怎么样去学什么 就不浪费时间 弄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像如果你像 比方说你要从事AI 公司根本就不会需要 你会AI modeling 那是那个PhD的活 那是那个Santis的活 公司 我跟你说公司最直接的就是说 作为一个devilever工程师 你需要能够使用AI的东西去做 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话 主要培养的就是说 经验加技能加teamwork 围绕着这三个开展的 技能这个东西 你其实网上都能看到 有的人也会说 为什么花好几千块钱 去上培训班 网上不得有的是吗 网上是有 我也推荐网上看 我还给那个 给网上资源去看呢 核心的主要问题 就是经验加teamwork 这个是 非常非常难获得的 也是企业非常非常看重的 因为技能 就跟学位一样 大家都有学位 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像我们在 墨尔本招人的话 我们也能收到 几十分的莫大的 求职锦利 那如果都是莫大的话 就没有感觉莫大很稀有了 从加上全战班的特色来看的话 我们是双后端学习 大约每隔一个月 就会获一副drava 你像19期的话 只有node.js加teamwork 然后到下一期的话 就是二十期 二十期的时候 就已经恢复drava出来 因为目前转行的人来讲 或者找工作来讲 更适合node.js做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AI AI目前来讲 像我刚才讲的 给大家讲的那个 智能 智能音响 智能音响的话 如果实施起来 最合适的就是node.js drava script 或者说go long 去做 这是最合适的语言去做 所以说目前node.js 或者说go long的话 它其实需求会很大的 但go long go long是不可能单独存在 肯定是有其他的语言 所以node.js 目前来讲 是非常适合转行的同学去学 因为整个就学drava script 然后如果有兴趣之后 你可以再学drava 就是相当于还是一样 交一份钱 两种都可以学 而且是两年之内 无限去学 你都可以听 没有问题了 反正整个阶段的话 我们要完成三个项目 第一个是project1 project2 project3 大约是三个 这个不同级别的项目 完成项目之后的话 是三个月的实习 加工作推荐 现在的工作推荐不一样了 我们大约是一年 我们又想了新的办法 把之前的那个 上次的Tech Summit 重改了 我们要干什么呢 做了一个事情 是Tech Summit的升级版 就工作内推会 就是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企业人 可以做工作内推的过来 不像之前 因为我们之前 做Tech Summit的话 需要跟它 相对官方级别的合作 但是其实我们有 特别多的内推 资源没法用 那我们现在 最后的一个 工作内推改了 改成 我们会有工作内推的 一种类似于Fair 你们可以网上去 直接跟他们交流 去了解 然后直接去投 这更加直接一些 这是我们目前 这一期 19期开始 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从学习方式的 来看的话 就是基本技能 JS高阶 然后JS前端 然后后端开始分叉 Java或者Note的 两个不同的方向 后端 数据库 数据库也分两个 一个是SQL 一个是NoSQL 两种不同的方向 然后到互联网 后面的流程开发 大约是这么一个流程 一个学习进度 然后你可以选 其中一个方向去做 而不是选 全部的方向去学习 然后整个的流程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offer 左边轴是个offer率 就是他 就是即使学了入门班 我也知道 会有有些公司 可能他就是只需要 入门班那些 基本的三天课 技能能找到工作 偶尔能出现 但他概率不是那么的高 因为这样子公司 并不是很常见 第二事情是 完成Project1 完成Project2 大体的这么一个 进度 也就是第一个月 完成的事情 第二个三个月 是完成我们一个 叫Project3 然后我们一般 现在都简称叫P3 然后授课结录之后的话 就开始实习 实习可以不实习 就是去年的时候 特别好找工作嘛 就没什么人来实习 基本上实习的人 不到10% 应该不到10%的人来实习 基本啪啪都找到工作了 然后现在实习 稍微多一点了 我们其实还感觉 还是挺明显的 这都没有问题 目前上一期 也找了很多人找工作 然后19期 这些技能 是肯定要会的 就是这些列出来的技能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对于你们来讲 肯定还要更多技能 有些东西 像我刚才列的 OpenAI那东西 现在并没有列出来 但是呢 我们会负责 这一期开始 正式做 像18期 上一期全战班 并没有实施什么呢 并没有要求 必须用AI 所以当时 只有三个项目组 接触了OpenAI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的要求 从19期开始 尤其XGB4出来之后 昨天出来之后 那我们重新改了 为了大家的好 就是老父亲 为了大家的好 必须要会使用AI 或者说 必须要知道 怎么去实施OpenAI 这整个过程 整个流程会用 其实不难 但是呢 它中间涉及到 很多service中间的连接 你都得会 你的mindset都得改 所以是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可能还是会走到 比较前的地方 整个全战班啊 整个我们核心的 就是解决这么一个 我们所谓的工作经验的问题 这是一个IT company 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 公司怎么去考察 你有没有经验 有没有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 并不是说你嘴上说 我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就有了 不是这样子的 工作经验是可以被考察的 我们是可以问得出来了 所以从工作经验角度来讲 它整个工作的流程 我们叫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RC 简称叫SDRC 那有的时候 如果你们在国内本科学的SDRC 可能是比较old的 但这个是属于agile的一个流程 属于澳洲比较popular的 那它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首先啊 从stakeholder出发 就是它是个stakeholder 就比方说stakeholder 它是一个通识 比较general的词 比方我可以stakeholder user可以stakeholder 大家都可以成为stakeholder 就是说甲方 甲方提出一些需求 然后给BA 这时候BA出现了 Bennis Analyst 有很多人不知道BA是干嘛的 这边出现了BA BA这边的话 跟不同stakeholder去沟通 梳理需求 梳理完需求之后的话 写好需求文档 写好system design 写好system analyst 把这些系统分析文档都做好 之后给UI UI这边出设计图 UI过程中文的话 也有可能UX让UI UI拿到是出完设计图之后 返回给BA BA的话 传接给product owner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不是叫product manager 不大一样 这个叫product owner 然后他会去跟BA沟通 所以product owner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他到了product owner 这个部分 product owner他是在一个team里面 可以看到吗 他其实是在一个team里面 这个team呢 我们叫 你可以叫称为agile team 整个team叫agile team product owner是BA跟digital team 连接的一部分 比如说product owner 他是比方这个team 有三个前端三个后端 一个QA 那大约七个人 然后再加product owner一个人 就是八个人的一个小组 这就是一个agile team的一个组成 那product owner的话 他其实又属于BA的product team 又属于开发部门的digital development team 所以他是属于中间一个桥梁 然后PO是什么呢 PO会对接非常多的BA 所以说公司不会只有一个BA BA会有好几个 然后同时对接PO PO去管理所有的需求 交给开发组去做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是一个传统方式 那现在是什么呢 AI帮助提升更多的BA的需求 那PO这边需求越来越多 然后又加给frontend backend和QA Tesla 所以AI更像是什么 一个催化剂 之前本来只能做两份 现在做四份做六份 然后给这边team去做 那从前端后端来讲的话 数量来看 你像三个frontend 三个backend 加起来是六个 Forset developer 加一个QA 所以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的job opportunity 是六个developer 比一个tester 然后比一个prata owner 因为他一般是一个 一个 然后是BA这边 是单独的在一个team里面 去做 所以说PO和BA 它其实内容是非常相似的 相近的 然后在一个team里面 那从job的一个 你从找工作角度来讲 工作岗位越多 那你其实找工作的几率越高 这是不变的 所以说从程序员角度来讲 一般一个小组 它就是 二加二 或者三加三 大体是这样子 一个流程 或者是三加二 backend一般会少一个 frontend一般会多一个 一般是这样子 然后QA 所以整个agrteam的话 它会在这个过程中 PO不断地给它的 给整个team的需求 然后它就一直在转 转转转转转 每两周一次每两周一次的转转转转 然后把需求deliver 然后交到devils这边去做部署 整个agrteam里面 除了senior能够接触到 我们叫UAT staging production 或者就叫云端的服务器 云端的server之外 普通的程序员 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只有senior能够跑到这边来 去跟devils一起 去把内容去做部署 这个过程的话 是一直在自动化的进行 并不是说这边 做完一会儿之后 然后devils再过来 不是的 这个东西是一直在 自动化的进行过程中 所以devils在这里 处在什么呢 把所有的东西进行自动化 它的工作 你可以叫 你不可以叫 就是它是 把一些手动的东西 本来这是手动的东西 然后让devils 去自动化的处理 包括 以后可能会出现的AI的事情 包括这整个的 BA的需求 到PO 到整个部分 也可能会 devils参与进来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整个工作的理念 就是做自动化 所以未来的需求 devils这边也可能会更多 就是关于AI这部分 如何做自动化的东西 那整个过程是这么一个搭配 然后呢 代码呢 部署到云端 云端呢 要分不同的环境 多环境进行 多环境进行之后 部署完之后 这时候才会可能会出现 一个datan engineer岗位 所以说这是一个 开发的fisher的部门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datan engineer呢 是在另一个部分 他们一般 datan engineer跟develop团队 是不在一个组的 物理上都不在 就不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datan engineer 是在做这个事情 datan engineer做的事情 会跟devils高度配合 datan engineer也做的是 一个自动化处理 但是做的是数据方面的 data pipeline 很多的数据方面东西 然后它的工作范围 也很广 工作范围之后 比方说你做个data lake 也好 做data warehouse也好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数据的部分 再拿到data da这边来做 那如果从AI角度来讲的话 所以从AI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 也会加速所有的过程 然后呢 da这边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是 AI现在非常适合出report 就是比方说 现在有一个岗位叫report analyst 它也是属于da的一种 那它非常适合出report 因为你把数据放上去之后 你只要写说 我要一个最高的sales的人 我给我求一个平均值等等这些 会出于这种东西 所以da这边的话 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da一定要一定要会用AI去做 要不然可能会没工作 然后da的话 也得需要push到这边来 做engineer的部分 不能老守着report analyst 这个一目三文地不学了 这个位置会岌岌可危啊 因为上次at a lesson裁员 这个事情就明显看出来有问题 然后第一这边依然会大量的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看蛮简单的 就是把数据传过来传过来传过去 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大的warehouse 然后传过来 这过程工作量是很大的 engineer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然后一直做不完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需求 然后刚才有人 我看群 刚才chat有人问 是product owner和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的一个区别 那首先是什么呢 就是有几个概念啊 SS问的挺好 就是product owner 跟国内square master 这有什么区别 首先product owner 他更多的是负责 整个的product deliver的 就是说 比方说毕业这边有五个需求 七八个需求 然后整个的product team 要去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每一个组 每个team里面会配一个product owner 这个product owner不会去跨行业的 比如说这个 他们组是做车险的 汽车保险的 那这个product owner 主要就负责汽车保险 这么一个回事 他们的整个组 就负责汽车保险 然后汽车保险的所有需求 来自于product owner 这边去承接去做 但是呢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agile过程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agile过程 它是team配team team对team 就product team 对接的是一个开发部门的team 这是team跟team之间的合作 那product owner中间的话 它有的时候 它可以产生一些需求 或者不产生需求 然后更多的需求 就来自于stakeholder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不同 但是国内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意思呢 国内的产品经理 是 vertical的 澳洲的BA或者product owner 它是一个horizontal的 它是个平面 然后国内产品经理是个垂直 你像我今天跟他们讲的就是 腾讯啊 然后阿里啊 很多公司是不用agile的 因为agile它整个的速度是慢的 因为比方说前段或后端 他们把工作做完之后 它两周的任务做完了 如果从agile的理论来讲 是不能再继续加新的feature 不能再继续加新的内容 可能会导致这个项目不稳 但是呢 国内的产品经理是不一样 国内产品经理直接对接 程序员 就产品经理这边的需求 直接对接给 直接对接给程序员 比方说这是其中一个front end 然后其中一个产品经理 直接对接给他 你像product owner的话 是把所有的需求 对接到整个team里面去完成 就是说能不能实现 是整个team的锅 不是个人的锅 所以如果说这个team 他们需要完成 比方说50个feature 那这个team就不需要完成50个feature 但是产品经理 国内产品经理是这样的 是他的需求 直接对给程序员 程序员直接面向产品经理开发 所以有 这就是为什么产品经理 国内的产品经理 跟程序员的矛盾那么激烈 就是互相不对付 因为他们是直接进行沟通的 直接进行排班的 如果程序员做完一件事情 会有其他的产品经理会接着的 所以他的工作量是会很多的 因为工作量多 一个接一个 所以他的 他的deliver速度会变快 就是说他整个的deliver速度 肯定是比agile这个模式是快的 agile是一个团队去做 然后国内产品 国内的程序员是一对一 或者几对几 是直接技术对接 不会走agile的部分 这是澳洲和国内一个很大区别 然后整个Scrumb Master呢 今天我们的BA也问我 我Scrumb Master的问题 Scrumb Master它仅仅是什么呢 仅仅是 如果你看它的定义是 是在agile 首先它是在agile的一个生态的 一个公子环境里面 帮助不同的团队去沟通 去安排会议 安排时间 是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Scrumb Master 是不会涉及到 任何的feature开发的 它不是product team的人 它属于开发部门team的人 比如说 这个公司有15个开发部门 15个开发的团队 有15个开发团队 有一个PO 有15个PO去做 然后agile的话 是agile的Scrumb Master 可能是我team里面 配两到三个Scrumb Master 帮助协调不同组之间的交流通讯 然后安排会议 然后反馈 就是说不同组之间 想向上反馈 给manager 他去做反馈 有点非常的像HR 有点像HR的功能 但是他没有HR的权利 然后尤其是比方说 还有那个refinement meeting Scrumb retrospective meeting 他去卡时间 他去安排会议的 是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Scrumb Master 跟PO这边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完全不一回事 然后Scrumb Master 你会看他的工资挺高的 比方说 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到550 这些 但是呢 尤其现在大家经历裁员潮 我去年讲的时候 大家都根本不屑 如果经历着裁员潮 比方现在 首先PA和PO 这个部分是不可能 被公司裁掉的 如果裁整个部门全部裁 他不会单独裁个BA 或者单独裁个PO 但是呢 Scrumb Master 是可以被裁的 因为这个东西 是Nice to have 不是Requared 因为我去掉三个Scrumb Master 我整个团队还是在做 还是在运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我裁掉其中一个PO 那我就必须要再配一个PO 没有PO 整个的开发团队 是没有办法进展的 就是从Job Security来讲的话 你们就知道 就是如果这个团队 必须要存在 像它里面有很多的 不同港币 比方Scrumb Master 肯定先裁掉 先走人 不要了 公司还能运转 等等 如果我们Fisher降低 那可能会整个Team 开始降低人数 所以说它其实是 整个是这样子流程是做的 所以从你的Job Security来讲 不用想Scrumb Master的事儿了 我是不建议 如果说行情好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赚点钱 行情不好就算了 然后VIP这个事情 等会儿等会儿讲 其实VIP 就是正好问到VIP VIP的 VIP这个服务 所以说它其实是 大约一年的时间的提供服务 然后它会包含全站班 和入门班 这些事情 一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大体是这么 这么一个设计流程 然后如果从 这些来讲的话 除了刚才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就是 整个IT部门 SDRC就是部分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工作经验 就前面跟大家讲的一个工作经验的问题 怎么去做的 工作经验 那工作经验 你首先得经历这一套 所以整个家人的 整个家人所有的项目 包括Divos班的 包括全站班的 包括DA班的 包括DE班的 所有的项目都基于这个图做了 就是它的最核心 就是基于这个图 我们要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 你需要跟这些不同的人去配合 配合走流程 流程完跟DevOps 然后上线 所以从开发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从BAPO 到开发 到DevOps 到上线 这是一个开发部门需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的话 就是DevOps DE DA 整个这一个流程 走着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这个部分的经验 你只要能够搞清楚 首先你还得搞清楚 是可以算的 这种项目经验 跟上班没什么区别了 除了没有发工资之外 基本上 几乎没有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一个工作经验的问题 然后整个的开发和Development 然后除了刚才这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讲 那就稍微降低一点 更加detail的部分 就是说 在整个的开发部分 我们就需要解决 大约三种基本环境 Developer环境 UAT环境 PotatoSense环境 那大家不知道 UAT或PotatoSense环境是什么 就是说 作为Developer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 Developer 他会参加三种不同的环境去操作 Signier的话 会参加所有的环境 这就是Developer和Signier的区别 很多人不知道 Signier是看钱吗 是看什么吗 Signier是看 你参加的这些任务 并且能不能再团队 这是Signier 所以Developer和Signier是有很大区别的 然后Test Developer 参加后面的 所以这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配合的图 那全战版和Developer版 就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你们需要从无到有 获得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在 纯自学是没有用的 根本就学不会 因为没有团队去做 而且需要Developer一起配合 这是打造了整个一个团队 目前来讲 一个Agile的团队 大约我们现在是定的是 8到10个Developer 加3到6个 加4到6个Developer 再加一个BA 完成一个最小的一个工作单元 去递交你的项目 你才能在一个 这种一个级别的项目里面 获得项目经验 然后企业才能认可你的能力 所以其实 企业需要有一个说辞 就是说认可你这部分能力去做的 这是整个过程 然后在整个过程的话 我们会设计到CICD等这些工具 就自动化 CICD你可能不是很知道的话 就理解成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东西就行了 就从你的代码 自动化部署到云端 整个过程 自动装卸 相当于是AI或者机器人 完成的事情 这就是Developer要做的事情 整个培训模式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4.0 就是说从授课三个半月加上线项目 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单独拿出来 是因为授课和项目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说可能你们如果是去问的话 我们可能会说三加三 就三个小时加三个小时的lecture 六个小时加两个小时的tutorial 但是我们tutorial其实好几个 大概有两个 这一期有两个tutorial 然后同时发生的是上线项目 就是说上课的同时还要做项目 比如说时间会挺多的 然后我们靠这个 你才能找到工作 完全面向工作的班 这是全站班一个特色 然后呢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比方后面要不要参加实习 参加工作推荐 这些都是optional 就看你要不要了 这是整个一个4.0的模式的想法 然后针对于转行的同学呢 之前我们确实没有很认真 想过对转码的同学怎么处理 这一次18期17期同学跟我说过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要针对于转码的同学 有特殊不一样的方向去走 所以除了正常的tutor之外 我们的比方说Edley老师 我们会依然会有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慢速度的tutor 就是说它更适合去转码的同学去上 其他的tutor的话 速度是跟课程一致的 课程速度一致的 你会可能会觉得会快 但慢慢你如果学OK的话 你可以追上这个速度 所以从Edley这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慢速的tutor 然后还有一个专门针对于转码的项目去做 那个项目我们就后面会跟大家讲 到底什么样的项目去做 所以这是目前对于tutor来讲 单独的安排 还有一个独立的安排 就是白天的tutor 因为我知道有些妈妈可能是晚上要带孩子 或者有些人带孩子 白天有空 结果晚上没有空 那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有办法去给白天进行 去做 197的整个导师的安排 跟187差不多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没有抓到方向了 面对转码的同学 有可能有人兴趣 就是首先会单独针对于转码的进行tutorial去解答 而不是就像刚才艾利这部分 就是针对转码的 因为艾利他自己就是转码 他是学术学出身 然针对转码的一个部分的答义 就是他会慢 而且一定要 就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家都是转码的 转码的 所以很多问题可能就是 没有非常的深入 然后就会问出一些问题了 但是需要去问 除了转码的之外 还有一个是转码互助学习小组 这个是自主运行 但是我们会帮助组建 就说这个小组 在整个全战班的小组外 我们有搭建一个转码互助的小组 就是它是面向于转码同学 就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因为这个东西转码的 确实需要一些 incentive里面 就是大家互相鼓励的事情 这是转码互助学习小组 然后还有一个是转码补习小组 转码补习小组的话 目前我们是针对于是五个人小组 就一次最多五个人 然后呢配一个tutor 去做 这种转码补习的小组 这样的话速度会更慢 然后项目会更加简单慢慢来 然后也可以提前学 也可以之后学都可以 但是大约要五个人去组 完成这个转码小组的这个组件 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多种难度项目的选择 上一期开始实施 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实施过 这么多实习期都没实施过 就是有出现多种不同难度的项目 之前没有从来没有指导过 现在我们有多种难度的项目 你们可以去选择 这是对于转码同学的一个帮助 所以转码同学帮助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说目前从19期开始 会有单独的帮助 转码同学这些相应性的服务来服务 然后更加适合你们 因为之前确实没有关注到 现在的话会更加适合你们去学习去做 然后呢 项目进度 就是课程进度是不变的 但是呢相当于是新的一条线 新出来一条线 大家可以去学习 然后去做 整体是这么安排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如何保障IT专业的人 你们拿到何 就首先会有一个是半年的一个 大约半年一个经验加简历 毕业不会是没有完全没有经验 然后是IT networking 这个对于转码同学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从4月份开始 下月开始 其实这个月月底就开始有networking活动了 下月开始 基本上全澳开始我们定期争取做networking活动 大家可以互相认识 因为之前都是线上人士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恢复线下的部分 然后包括 阿德莱的上次其实举办过了 然后 不同城市都会办 我也尽量会参加各个城市的去 读习 有问题会问 然后是合作公司的一个指推 比方德勤这些公司 因为我们学生还是很受德勤重视的 每次 每次做招聘 他们都配四五个人过来 都是高职 高职位 然后一个内推 之前我们其实没有想做内推会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做内推会 就是聚集大量的可以提供内推机会的人 统一为大家提供 然后你们可以统一进入 而且只有学员能参加 外人都参加不了 这是一个内推会 然后一个是多种难度项目的选择 依然是多种难度项目 而且面向的是不同级别的薪酬 可能之前大家不理解 现在应该更理解了 那我们是从全战班的话 第一阶段 依然是一个外部基础 外部基础部分 学三千课 HTML says DraftScript 然后没有多少节课 就结束了 第二阶段的话 主要是做Web Application 基本的Web Application 然后完成是Project 2 第一阶段的话 完成Project 1 这是Project 2 然后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你们能不能找到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完成P3 然后整个的工作流程 整个的P3的项目的流程 跟刚才我跟大家讲的SDLC 是几乎一致的 包括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需求分析和评委会 去确认你们的项目的内容 所以它整个流程是跟整个的面试经验 是几乎一致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而整个的P3项目 就是有多位不同来自不同的班的人 共同组建 跟工作经验也完全一致 就跟上班基本一致 只不过就没有工资 然后不同级别的项目是这样子 我们本来是有Level 5 五个级别 然后有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没有Project 2 我现在重新写了一份 就是整个的项目级别是这样子安排的 就是Level 1 Level 1的话 就是我们对应的项目的话 就Project 1 然后更适合的是什么呢 就是转行转码的同学去做 更多做的是个Landing Page Interactive功能不多的这种网站 然后它跟我们叫的是Web Developer 它的薪水的话不会很高 就大约对应的话就40到55K左右 然后兼职比较多 如果说有人可能是在IT毕业生 IT在小生想找份兼职 这种兼职岗位比较多 所以说大约是Level 1 然后这个Level 1 我们会提供好多公司 就说这个是不用等到实习了 之前是我们要等到实习 你才能拿到一个公司的经验 你这个不用等到实习了 我们就可以提供相应一些不同公司的经验 但是这个公司呢 绝大多数它不是IT公司 Level 1的项目 一般是因为它是做Landing Page 绝大多数它不是一个 它并不是一个IT公司 更多的比方说Marketing公司 律师公司 律所 工厂 这些不同的公司 做一些Landing Page 获得部分的经验 因为你的经验越多越好 然后Level 1.5 Level 1.5还没有到Level 2 它是一个Project 2 这个级别 它其实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Level 1.5的这个项目的话 是一个个人网站 依然是个个人项目 它不是一个团队项目 然后会基本的React 还有基本的一个Crew的一个操作 然后就业程度的话 大约6万块钱左右 不会再高了 一般就到这程度 就是非常的毕业生 可能稍微学一点这部分内容 大约这个Project 2 Level 1.5 Level 2就是我们所谓的P3以上的级别 就是P3的级别的话 它的薪水的范畴会 6万到11万之间 这个项目的话 更多是自拟项目 从头开始做 一点点做 然后完成整个的功能 这个也是企业来讲 是最看重的一部分内容 Level 3 Level 3的部分内容 它更多的是 我们有甲方 有公司 去完成的项目 比如说这个甲方 或者导师 导师背后也是公司 我们甲方也是公司 还有其他的甲方也是公司 所以说它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去提供 那你在你的简历上 这部分的简历内容 就写的是对方公司的内容 比方说 锤姐的叫Eson Walking 然后荣哥的叫Malfish 这些不同的公司去做 所以说你在参加Level 3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获取 公司级别的工作经验了 也不用等到实习 所以是从你可以看到现在 Level 1 你其实可以做多个 没有说你只参加一个 Level 3 因为时间原因 你一般只能一次参加一个 要不然时间来不及 然后这两个 Level 1和Level 3 它都处于公司的性质 去 就甲方提供的需求去做 你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它更多的是 甲方提供的需求去做 所以更像一个公司 但是你的发挥程度 不会很大 然后甲方公司想要的东西 你得去完成 这是Level 3一个特色 所以这个得根据 自己的一个特色 去需求去做 Level 2 它更像是一个创业公司 Startup 所以Level 2这个项目 是你们自己组队 自己做的一个项目 就属于一个 创业公司的项目 你们想完成一个AI的项目 想去改变世界的项目 就是这个project 这个级别的project 3 然后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不错的话 如果说我能看到一些不错的项目的话 我是愿意投资的 之前我也是 也会花一些钱去投资 然后呢 我们也会现在配合一些hack zone 你们有机会可以参hack zone的话 你们可以把项目拿过来 说不定也可以拿到 奖金或者投资 都有可能 就是Level 2和Level 3 Level 4的话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Level 3的话 它的薪水可以提高到13万 当然底薪还是6万 那多大区别 然后大约13万就可以 然后Level 4 Level 4的项目是什么呢 Level 4的项目 它的技术就跟 Level 3以上的这些是不一样的 这个技术绝对是已经超出了 全战班的内容 所以Level 3你可以看到 技术战超过全战班课程内容 因为有的人 有的人会说 全战班教的这些内容 我们在Level 3这个项目里面 用不上 或者用不到 或者说太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的是 如果你比方转码的同学 你们要在Level 3 你们就会面临的一个是 技术战肯定会超过全战班的 因为像家人大部分的项目 都是用Next.js写的 然后Next.js在课程里面 没有机会去讲 没有时间去讲太多了 就要自学这个部分 这就是做不同级别的项目 你需要去自学的原因 就这个 但是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然后我们还有Level 4的项目 Level 4的项目是什么呢 技术战已经远远超过全战班的内容 比如说Web 3 比如说AMT 比如说Lin 比如说OpenAI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Level 4的项目 Level 4的项目就可以 你的薪水的话就都要12万到20万之间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有的人怎么能拿到12万薪水呢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能做到什么样级别的项目 就什么级别的薪水摆在那儿 都是offer 但是同一个时期的同学 所以有的同学就能拿到这个钱 有的同学6万块钱刚开始 都是可以的 刚刚入门拿个工作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不用太觉得有人拿12万 有人拿6万 怎么样 还是根据自己来 但是Level 4的这个项目 所以Level 4这个项目 它是非常独立的 而且这个肯定是导师的项目 或者说这个肯定是甲方的项目 它不会是自你项目了 自你项目你可以打 但是你的队友可能压力会很大 直接上web3的东西 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是整个全战班的一个项目 其实还有Level 5 就没办法讲了 所以转码了这一期的话 我更建议的是完成Level 1和Level 2 这个项目 Level 1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project 1可以去做 就是做甲方的项目 这个你可以放在经验里面 然后如果你有时间 你白天有时间多的话 你可以参加两个project 1 也代表你可以有两个工作经验 放在简历上 Level 2的话 就是要自己的项目去做 这个难度会低一些 Level 3的项目肯定会难 Level 2的话 你们就可以去参加 Level 2这个项目里面 还有一个是导师带的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没有很高的KPI要求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其实有一些KPI要求 就首先Level 2的话 要每周20个小时 Level 2以上就没有时间要求 所以得根据你们个人的情况 如果你转码同学有时间 白天有时间 晚上有时间 或者周末有时间 能够贡献很多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参加这个Level 2 如果说没有时间贡献的话 你可以参加Level 1 Level 1也有一些 类似技术站的需求去做 然后也是你的经验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是什么呢 你在最后求职之前 有至少两段的经验 或者至少三段的经验 Level 1一个 Project 1 Level 1一个 Level 2一个 然后再加实习 这就相当三段经验 如果两个Level 1的经验 加一个Level 2 就相当也是三段经验 都是可以的 都是能够帮助你们找个工作的 所以这是项目 但是你们在做项目的同时 一定要知道 这个项目是干嘛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他做了半天 都不知道项目是做什么的 这个项目 它不算是培训经验 这个是项目经验 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写培训经验 就是我为什么前面说的是 这个 就是说课程授课 其实相当于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讲课 学习 教学 这上面 授课里面也会有些小的一些project做 这水授课 所以就写的是叫 培训经验 商业项目的这个经验 跟培训方面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商业项目经验 你是你们是正在发生的是这个事情 正在做的是一个 做项目的过程 经历的是一个工作经验的流程 那你在写项目经验的时候 写经验的部分的时候 要写的是一个项目经验 如果说在别的公司的话 你要写的是工作经验 所以这个经验是不一样的 培训经验只是一个education的时间 项目经验才是你们真正找到工作 最核心的部分 也是我们全战班做这么久 最核心的部分 实习或者project3 可以写成工作经验吗 实习肯定是可以写成工作经验 但是project3 你得看你的project3是干嘛 就是比方说 再给你们解释一点 level1 level1如果说 你的cityholder 是公司 比方说我们这边有那个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要做自己的网站 那你放在你的简历上 它就属于工作经验 对不对 或者实习经验 都属于经验 因为你在给一个甲方做事情 这个跟上班没什么区别 还有是level3这个项目 因为是甲方 比方说是有那个 我们是有一个data公司 做 你们可能去做AI 那你的工作经验 写的是在这个公司下面 做的一个AI的项目 这是你们去求职一个部分 所以说 这个经验 得看你参与到什么项目 去做了什么样的经验 所以是这样子的 对 差不多3年5月 你完成L1和L2 但是呢 作为转码同学的话 这个时间周期可以拉长 就是说 你可能是在做level2的同时 后面熟练了 可能在参加一些level1完成 多增加一下你的经验都可以 这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学生 你们求职之前 有更多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能够打动公司 就是这样子 你3年5个月不是完成 事了 就是那个全程班不是完成事了 如果你还愿意去做4个月5个月 然后剩下的时间 你上完课了 你就想要更多的经验 没有问题 走 咱们找更多的经验 然后去为了休止 整个流程是这么个意思 其他人对这一块还不是那么了解的 还有想问的吗 整个的项目问题 因为project2 它其实你完成project2 它其实对标的 就是那个咱们的IT毕业生 就IT毕业生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就这么一个级别 所以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写的原因 level2以上才是有工作 真正经验的developer 公司期待的这么一个人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更多的是我们叫applicationdeveloper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叫webdeveloper 这个叫firststyle 或者frontenddeveloper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如果从整个的就业概率来讲的话 整个因为是培养的设招方面的就业能力 那比方说我们按照一个中文数 job ready大约7万块钱 这个概率啊 主要是这个是offer的概率 没有说level1找不到工作 也没说level2找不到工作 这个概率首先是没有经验 没有项目经验 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什么没有 你也是有可能找到工作的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你周围的认识人也有可能碰到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大家会说运气成分嘛 你正好运气到了 就是我什么也不会 我有artic degree 我随便一投我拿到工作了 因为这是你的幸存者 你拿到工作没有问题 因为level1的同学 只做level1找到工作 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着公司了 如果比方这个公司是个律所 律师事务所 它的网站就是一个landing page 他们现在需要一个developer 能够帮他们维护更新网站 就干这么一个事 稍微会一点htmlss 帮他们去修一些bug 修一些网站上的事情 那你如果只做了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你就满足了 对方的公司的要求了 但是这种公司不多 主要是这种公司 因为不多的原因 然后到level2 level2的话 就已经你基本上 我们叫一个真正的 一个software engineer了 前面几个都还不能叫 software engineer 就是还不能称之为工程师 你到level2 就刚刚到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角度 大约7万块钱 如果做的不错的 你可能高一点 做的差的稍微低一点 这就是前面写的 如果你只做level2 大企的薪水的一个级别 大企的话卡在这个线上 然后offer的一个几率 大约这么高 因为你越高 什么叫offer几率呢 比方说你投100家公司 level2 比方说你中10家公司 大约10%的概率 如果你是level1的话 你投100家公司 可能只中两三家公司 如果你再往上的话 你投100家公司 可能中30家公司 大企是这么一个概率 但并不是说 有的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同学是 只面一家公司就拿到offer了 这是有的 又有人是面20家公司 拿到一个offer 也是有的 所以是得看大家一个个人情况 这一个offer的几率 所以你越往上 你拿到的offer几率越高 你的薪水也越高 大体是这样 所以程序员这个角度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循环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如果make effort 你花时间去做项目了 你花时间做这项目 我们就分成不同级别的项目 那你会有相应的回报 然后做的项目越多 你的回报越高 就这样子 像我之前找工作的时候 我刚毕业 就找工作的时候 我的简历上 跟大家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我做外包 我的简历上有20多个网站 20多网站就放了20多个链接 所以我最初的简历 跟大家 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是一个summer 一个skill 然后后面放了20多个企业的公司链接 直接一放 然后这第一面就完事了 然后后面才是我的经验 所以当时我求职 就是靠这一堆的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各种网站 各种项目 打登对方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如果你拿三个网站 你一放也可以 对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就是团队协作是最重要 但是前两个一般是没有团队 然后level一如果是甲方的话 像我们之前的几个公司 一般一个岗位开出来 大约有四五个人投 不是有十几个人投 拿出四五个人过来 四五个人相当于团队一起协作了 这也有个团队协作部分 做完一个项目的话 你其实有 如果说还那个项目还正在进行 你是可以再去参加别的项目的 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参加别的项目 因为每个项目他们每个组都有自己的规定 比方说多少小时能做多少事 这都有规定 我们也是建议 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参加更多的组 能有更多的一个经验 更好找工作 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所以像整个团队项目的话 我们其实就分成两种 所谓的导师带队项目 就我们有部分老师 就是level三 然后自拟项目 就是level二 大体的话我们是这么区分的 但是level二不要觉得不好 怎么怎么样 我们只是写一个中位数 level二是企业非常非常看重的能力 因为是设计部分 然后转码的话 我们一般建议啊 一开始不要参加level三 就一上了不要参加level三 你就可以后面 比方说你过上 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比方说再过上三个月 下一期参加那个level三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能力 可以参加level三了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之所以 画了不同级别的level 是因为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工作了 有的同学比方说 拿第一份薪水六万七万 但是你如果再往上提高一个层次 去拿更高的薪水 你就会发现你都要瓶颈 那我们现在就有level三和level四 提供给大家进入到下个级别的 方式方法 去获得更高的薪水 就是说你现在 你们现在也可能 不会只参加一个level 也可能不会只参加一个项目 是你们 就是比方说有工作之后 可能也回来再参加一次项目 这都没有问题 多参加多次level二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level三和level四 中间的这么一个区别 对两年 目前是两年时间是可以任意参加项目 然后我们一般现在是这样 因为现在人太多了 所以说之前经常会占名额 所以我们现在才规定是两年 然后如果说你可以renew renew花不了几个钱 renew好像是330440 我忘了他们订了 就可以再续两年 就四年六年八年都行 不是花原价的钱 就是大约是一个ordman fair而已 如果你想后面继续参加 因为后 纯参加项目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项目和那个课程 我们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为什么前面 我们写的是课程和项目 是单独拿出来的 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门负责 所以全战班其实现在 现在搞 我把它搞得挺复杂的 整个还需要给大家解释 什么是什么 所以这是全战班 然后全战班其他的项目的话 比方说一些bonus项目 像我们开始有web3项目 这web3项目可能大家更听不懂了 什么以太坊 合约 智能合约这些东西 这属于刚才我说的level4 如果说你们有工作了 这个是level4以上的功 level4 特别强调 level4以上的项目 必须要是已经在职的人 就他已经不是有 他肯定是已经有工作经验了 已经在职了参加 然后你的薪水再翻一次机会 带着web3 然后从这一期开始 之前没有要求过 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就尽可能的 让你们能够 我们也要求说必须要适应open AI 就不管怎么着 你们做一个如果不是AI的项目 也得想办法适应open AI 这是为了你们很有可能 job requirement 必须要要的 那提前十九期开始 你们就要求做这个事情了 然后我们也会派一个tutor 去帮助大家去理解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搭 怎么做 然后怎么去管理 拿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经验 去帮助大家 所以说十九期开始 十九期之后 我们要求p3 基本上全部要跟AI结合 不能再不跟AI结合了 所以说从十三期开始 是这样子的 十九期开始是这样子的 level 2以下是不会涉及到AI的 因为AI还是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去听 就level 2以下是不会涉及到AI 但是你可以去听 可以去学 因为你需要把一些基本的技能完成之后 你才能做AI 去学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可能这项目是没办法涉及到AI 因为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难度还不小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机会 然后因为level 3 level 3 你看level 3的项目的技能的话 就包括这些 你可能没听 听都没听过 没见过的这种东西 TypeSquared Next.js Terraform GraphQL 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level 3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从这个维度去看的话 不同的项目 就是说我们像培训4.0之后 变化是level 1 之前level 1是做个人网站 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 或者老学员的话就知道 就是level 1之前就是做一个个人网站 然后做个人网站的话 就展示性的页面 没什么用 放简历上没啥意思 那我们现在改了 你就必须要去做stakeholder的企业 这个就是放到你们网站 放到你们简历上最重要的东西 这是最容易实现 最容易拿到工作经营 拿到经验的部分 那现在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提供企业 我们也帮助你们去联系企业 之前是不联系的 现在我们也帮助你们去联系企业 各种各样的企业都有 不要挑 都能帮助你们写到简历上 非常非常好 那level 2和level 3和level 4 就会有不同的 参加level 2到level 4之间的 这些项目的话 可以比方说可以参加 之前叫tech summit 我们现在改成叫内推会 就是说可以参加内推会 做内推 然后是hackzone 就是我们开始 今年开始办一些hackzone 你们可以参加 大约很适合level 2的人参加 hackzone的特色 很适合level 2的参加 然后incubate 就是所谓的孵化器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hackzone 这边去孵化项目 拿融资 做startup 这是我们一个 hackzone的一个想法 然后你们说不定 变成一个创业者 然后level 3和level 4 都是导师和合作企业 这个级别 然后你们可能会 涉及到AI 涉及到web3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还有合作企业 所以这是整个 我们划分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区域 为大家好面提供的一些服务 这是level 1到level 4 然后整个的 整个的项目的话 我们是需要增加 各种不同的人 一起参与的项目 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 其实在澳洲 说实话 只有20人以上的公司 才有这么晚辈的人 如果你有可能是什么 像我们现在有实习 也去别的公司实习 跟我说 他们的公司才有5个人 5个人都没有这么多 5个人老板是BA 老板说做啥做啥 他的也是个程序员 他底下还有两个程序员 程序员也不会用agile 也不懂agile gate的话 就是在一个master上 自己来 自己去 这些都是瞎弄 但是呢 他们也有钱 可以发工资 也能给offer 对吧 这是 这是这个 然后所以说 他 你们会碰到的公司呢 各种各样 然后 我们现在的整个模式 是属于中型以上 或者大型公司的 的模式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那些 完全不如 你们做P3 规范的 很多不规范的 我知道非常非常多 不规范的 所以这是我们 整个设计的 方式方法 希望你们能够进 因为我们更希望的是 你们能够 以后进大公司 大厂 拿上16万 18万 20万的offer 我们也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有 我们 我们的PO的班 就是BA的实习 就你可以看到 这个BA的实习 BA的实习 80%的内容 就是PO的工作 只有20%的内容 是BA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 也不能又是BA 又是PO 所以我们统一的名字 叫BA实习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刚才有人问的是 PO的班 我们现在是定实习 因为各种中的是经验 理论很简单 理论我们有视频 20小时 你需要理论 加时间做好就行 实习的话 有线上 也有线下 但是目前的 我们能够看到了 是实习 基本上不想线下 刚线下一天 然后就改成线上 就不想来了 就合作公司也是 也不想去了 所以这是 我跟你们说的 这是整个的 P3的一个部分 然后P3 我们要解决一个 核心问题 这个东西是 很多公司跟我们提的 也是很多公司 比较愿意信任 尤其德行 信任我们 这学员的原因就是 真正P3培养的是 你们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 就是能够 problem solving的 就是解决问题的 这部分能力的 professional 什么意思呢 解决问题 这个部分 跟 跟国内的培养 是不一样的 就是 一般情况下 你像在西方社会 或者说 也不是西方社会吧 在非中国地区 然后比方说 要做一个事情 比方我要做一个 calendar 订阅功能 我要做一个 定 booking service的功能 带着calendar 就是city holder 就告诉你 这么一个事 不会告诉你其他东西 那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就要去 你作为工程师 你就要去设计出来 我说的不是UI的设计 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设计 包括怎么存 怎么开发 怎么流程 这就是培养一个 解决问题能力 而不是 等待别人告诉你 一二三四五 该怎么怎么做 这个我发现 有很多的 我们的学员有的同学 你会发现 就是 并不是吹啊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有人工作一年 能到15万 有的人工作了四年 也是同样我们的学员 工作了三年 还是在6万 就是这个核心的 problem solving的问题 没有做好 就如果说你想突破10万 突破10万的工资 你的problem solving能力 必须要OK 就说你碰到一个问题 你知道怎么去 一二三四五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等别人告诉你 我跟你说 6万块钱的 6万块钱的学员 是什么事呢 就说首先 也不会去确定核心功能 知道我要做这个东西 然后呢 也不 首先也不会invest 不会自己research 等我 直接跳到第三步了 就6万块钱 6万块钱的学员 他是直接跳到第三步 直接去找expert 去了解 怎么去做 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开发 那如果到10万块钱以上的 10万块钱以上的学员 他就是需要完成前两步 自我驱动去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呢 比方说我们要用数据库 6万块钱的学员 他会问 那我们要用什么数据库 用什么 他会问我用什么数据库 我会说 你给我一个你的proposal 那用什么数据库 具体用什么样的数据库 但是呢 这个位学员就会一直要求我 必须要告诉他用什么 如果说15万的 的学员 他会告诉我 比方说三种不同的数据库的类型 这三种 优点和缺点分别在哪里 然后 最适合这个体系 这个公司使用的数据库是哪一个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整个的p3 或者整个全站班 其实更多围绕着是这部分能力的培养 然后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你 而不是教本宣科的去告诉你 其实整个过程中你只要参与进去 你慢慢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 慢慢就养成一个解决办法方式 所以并不是来 你看家人课就是纯学知识 不是的 知识是很容易获得的 最重要的这些部分是非常非常难获得的 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 能够理解到的 慢慢理解到 我不希望再看到三年还是六万的 可能你三年就十二万十五万了 所以除了刚才前面的几个基本的p3之外 还有后面的这些advanced的部分 包括这些你们可能没听过的这些技能 还有勾浪 这些技能 所以全站班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些你看到的这些技术 全站班知识点一个都不会讲 一个都不会跟你们讲的 这个东西就是后面的要自学 全站班一开始 整个过程整个知识授课部分 就是基础部分 然后这些比较难的部分 比如说level3以上 level3和level4的部分的话 是不会去讲的 是你们需要去自学 我们会配合一些tutor过来 tutor帮助你们去启发去学习 像这个MT啊 DAFI啊 Metamask啊 GraphQL啊 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内容很多 你们要养成一个真正professional的能力 所以level3和level4是干这个事 所以目前不同级别会处理不同的事情 然后还有个是突破薪水天花板啊 就是你们知道就好了 就是之后比方说google啊 run啊 如果你们想突破18万 这个薪水天花板的一种额外的一个方式去做 等到18万的时候 你们如果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可以再想一想这个事情 其他就还好 然后我们上次基本showcase参加了这些企业 20多家去围观大家的presentation 因为项目最后的时候 做完p3之后 除了项目之间的battle之外 还要给企业输送过去 我们会 我们目前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presentation会由老师参加 然后部分企业有兴趣可以参加 然后我们会总结出来视频 发给我们目前合作的公司 有兴趣的可以去直接联系 之前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最后一点内容的话 就是转行的人如何规划自己的时间 如果说还没有参加入门班 可能零到两个月 前两个月先去做入门班 如果不愿意花那个钱 也可以自己去学 那不管你花不花这个钱 你要做的事情是这三个 第一个事情是编程思维的建立 就是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程序员 编程就养成一个编程思维 解决问题 就编程思维就是步骤 12345这个步骤 你要做一个事情 比方说就像把大象装冰箱 总共分几步 一个意思分三步这样子 类似的编程思维的建立 然后程序员思想的一个建立 然后还要培养你的兴趣 其实如果说你是否转码 你可以看看你对这个东西 是否非常的开心 你完成一个网站 是不是有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或者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要因为IT的岗位的薪水 非常非常高 然后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那后面其实成长会比较累 也比较难 所以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 是挺有兴趣的 做点事情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有这个成就感的人 有这个很感兴趣的人 你们可以适合转码 然后两个月之后的话 参加web全程班 所以目前参加完 web全程班的内容的话 大约五个月过去了 这个期间你们正在做P3 然后如果说参加实习 我们目前之前一直建议 是要参加实习 但去年太好找工作了 就大部分的转码的人 也不参加实习 也可以你们考虑参加实习 然后是大约八月时间 所以你从零到拿的工作 大约是八个月时间 如果稍微轻松一点的话 大约十个月时间 彻底完成专码 这样你参加完实习 是一个 大约八万到十万左右的 一个能力 这个薪水 如果表现不错 因为有的人表现不错 就直接拿十二万 这是个别的 不要 个别的人会有的 然后P3做完之后去做 然后你一般要求 有1000个小时的写代码 就你的过程中 你起码得完成1000个小时 写代码 然后IT毕业生 IT毕业生要特别注意 就是涉及到你们拿PR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没有PR 那一般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是倒推 就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是在你毕业之前 就有面试 就有offer了 就是说毕业之前 你就有面试offer了 所以说在毕业之前 最后一个学期 或最后一个假期 你起码得实习一下 因为最后一个学期 你也没 最后整个这么几个月的学期 整个 整个几个月的那个上学期间 你们也没办法干别的 就可以参加实习 然后再往前推 那你就需要在此之前呢 就需要去完成全程班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就是你 如果说你们有的是在校生 记住啊 你们有的是在校生 你们不要觉得在澳洲找份 developer的兼职很难 我在大学期间 除了第一学期 没有拿到 没有兼职developer工作之外 我是二三次全是有兼职的 developer工作 有的很高 之前我像 像我做SEU specialist的时候 做网站优化的时候 那薪水能达到100块钱小时 非常高 而且还是个兼职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做程序员出身的 你是做IT有degrade的 你在校期间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你需要去完成这些基本的内容 然后再去找份兼职 比方第三个学期 可以找兼职 然后同时第三个学期也投校招 大体的话 如果说你们是刚刚来的话 大体可以这么两年时间这么安排 也是非常非常紧的 就是在毕业 大学毕业之前能够拿到offer 这是我一直最完美的 就是不是毕业就失业的方式 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可能这个比较难 就是divors引到P3里面 就是我们的大项目 团队大项目里面会带来什么好处 就是在没引入之前的话 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引入之后 你们就首先有CICD了 有多环境了 这个多环境啊 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这是在大学里面都学不到的东西 都接触不到的 就是UAT Production Pre-Production 或者我们叫Staging 大约可能就会形成四种技术环境 这种四种或者三种技术环境 对于你们求职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divors出来的原因 然后呢 你还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 更多的AWS的云服务 包括我们叫Terraform 加APE Gateway 加Lambda 加DoneJS的模式 这个是今年会更重要了 这是我两年之前提的 现在更加是一个趋势 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这个 因为你们用AI AI就是要做这个 就整个AI啊 它就是需要去完成 搭建这个东西的 这是P3带来的 然后除了这个 前面的这所有内容之外 我们会在课程里面 穿插着Agile部分 Git的部分 Resume的部分 LinkedIn 还有简历的部分 然后工作内退部分 所以它整个的时间 它并不是说固定的 会一个季度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发生 整个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做一个事情 是什么呢 如果说 你们在LinkedIn上 或者在某些地方 做笔记 或者说表现不错 我们可以在你们的LinkedIn上 写Recommendation 就是说你的LinkedIn上 有一个专门的Recommendation 就是向我们去写 或者是老师去写 比方就是我去写 或者老师去写 给你们写一个Recommendation 的一个部分 在你的LinkedIn上 其实还是蛮加分的 还是蛮重要的 就所谓的推荐信 这个推荐信 你这个推荐信 指质的没有任何用处 首先我跟你们说 指质没有任何用处 最重要的就是LinkedIn上 写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 18期其实还都没有 19期 18期末我们才说的 19期开始有这个事情 就是说 比方做好笔记 做好项目 如果我们审核 对的 就是说你这表现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写 在LinkedIn上 直接推荐 还是比较重量级 你像有些人 你像龙哥是 Engineer Manager 是那个Quantus Engineer Manager 底下一堆人 都是很大的职位 然后让他们写 点推荐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职业方面推荐 目前可以做到的 然后这是我们 就是一个比较 基本的一个Arts 所以你不管AI怎么样 AI目前还没有办法 实现这个部分 因为这部分 是没有办法 AI学习的 目前起码是这样 如果AI要做的话 它完全不能利用 现在的Architecture 它肯定要起新的Architecture 这是目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AI在起新的Architecture的时候 就是说可以 自动化部署 在Best做的东西的时候 咱们那时候再说 再看怎么去改变 求职方向 就业方向 这是整个今天内容 这是整个今天内容 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 今天